去年因为疫情没有举办 而今年疫情趋缓 因此凤林镇公所特别在中秋连续假期 举办了111年度的原住民联合凤林节 及传统体育竞技活动 地点就在凤林镇的原住民多功能活动中心旁大草坪 透过庆典在歌声及舞蹈当中 感谢主林庇佑也共同为凤林镇来祈福 去年因疫情影响停办 由凤林镇公所举办的111年度 原住民联合凤林节继传统体育竞技活动 在中秋连假的周六十号上午重新登场 包含县长徐正蔚 原民会主委一将拔路额 立委政天才 现议员蔡依静也到场与相亲同欢 因为去年我们疫情所以没有办 连到今年 也刚刚好是我八年的任期 最后一年 可以跟族人一起办凤林镇 我心里相当高兴 办这个凤林镇的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各部落的主人 大家能互相认识 能互相团结和谐 这是我办的最主要的目的 今天我们办这个凤林镇 筹划 规划 也都是我们部落里面六个头目一致决定 是在今天九月十号 刚好是中秋节的时候 连假来办这个凤林镇 所以我们大家给我们的头目感谢说他能选到今天的日子 让老天也照顾我们天气那么温和 所以大家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头目 谢谢阿賴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在中秋节的这一天 我们的镇长再一次把我们所有的族人一起聚集起来 举办联合风年节以及我们的运动大会 在这里正为提醒大家 第一个温馨的提醒天气很热 所以请注意运动安全以及多喝水 那地方的建设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来坐 只有累积没有奇迹 花年的五星因为大家携手同心而完成 现场吉纳卢安部落青年带来勇者之舞 展现文化的丽与美 以嘹亮的吟唱歌声与舞蹈传达部落的年度盛事 此盼透过部落庆典为丰富的圆民文化持续向下扎根 记得林杰凤林郑报导